春明是个过着独居生活的普通上班族 母胎单身二十五年 但今年七月的一个周日夜晚 那女孩的出现将这个局面打破了 咚咚咚 一阵敲门声响起 谁啊 春明放下正吃了一半的夜宵 抬起头来 大半夜的都十一点多了 会是谁啊 他不情愿地从电脑前站起来 心里犯了嘀咕 门外没有回答 是谁啊 他靠近门又问了一遍 还是没有回答 怎么不吭声呢 春明不耐烦地皱起眉头 透过猫眼往外看 是个陌生女孩 门外站着一名二十出头的女孩 穿着简练 但浑身都湿透了 对 天气预报说今晚有大暴雨 看样子是下起来了 他是谁啊 楼下邻居吗 可为什么不说话呢 你是哪位啊 春明再次大声问 并且透过猫眼 看着对方的反应 只见女孩抬起头 张张嘴 似乎要说什么 那紧接着 又马上叹了口气 眼神中满是失落与无助 呃 哑巴 春明脱口而出 不是哑巴 我 门外的女孩忽然开了口 啊 春明被吓了一跳 那你刚刚为什么不说话 你是谁啊 有什么事吗 对方摇了摇头 我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谁 所以 刚才你问我是谁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啊 不知道自己是谁 春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皱起了眉头 我 我没听错吧 你 你不知道自己是谁 怎么会有人不知道自己是谁呢 骗我的吧 是 我 想不起我的名字了 女孩吞吞吐吐地回答 那 那你是怎么跑到这里的 难道 失忆了 春明心里起了疑 仔细端想起对方 但见女孩一副柔弱的样子 便认为 她应该不是什么坏人 就算是坏人 她就自己一个人 我一个大男人怕什么 想到这里啊 车明一下子放下心来 我 我本来在楼下避雨 可是 等了很久 雨都没停 女孩擦了擦 流过脸颊的水滴 抬起脸 看下猫眼 窃窃地说 然后 我觉得有点冷 所以 她一边说着 一边用双手 抱着自己的肩膀 所以你就上楼来了 可是那么多户人家呢 你怎么就敲了我的门 女孩的眼里 露出一丝为难 我有在别家门口 想求助 但是 没有勇气敲门 她抿了抿嘴唇 露出恳求的眼神 到我家就敢敲门了 纯明一只手 摸了摸下巴 继续问 我 我看到别家 都黑着灯 找了几层 只有你这儿还亮着 女孩用虚弱的声音 继续解释着 是啊 这么晚 那邻居们大概都睡了吧 哦 那 你敲门 是有什么事吗 我 我想请问 能不能借我一把雨伞 女孩 怯怯地说出了请求 雨伞啊 嗯 你等一下 我去拿给你 反正家里还有很多 不值钱的赠品雨伞 就送她一把 就送她一把好了 春明说完 便从储物柜里 抽出一把印着广告的折叠伞 他撑开检查了一番 再收起 将雨伞 从门缓递了出去 那 给你 我检查过了 没换 谢谢 不用客气 这算好人好事吧 对了 继续打游戏去喽 春明心里惦记着 还没打过瘾的游戏 匆忙关上了门 他刚刚转身走回房间 只听冬的一声闷响 从门外传来 诶 发生什么事了 春明小跑着回到门前 踮起脚 趴在猫眼上往外看 只见那女孩 倒在了地上 一动不动 喂 你不要紧吧 他大声问着 却不见女孩 有任何反应 哎呀 别是晕过去了吧 万一 万一在我家门口 有个三长两短的话 那我麻烦就大了 春明怕他 在自己家门口 出什么事 赶紧开门走了出去 喂 你 没事吧 春明蹲下身来 轻轻推了推女孩 没事 不要紧 女孩虚弱地说着 挣扎着想起身 春明赶紧把他搀扶起来 哎 真的不要紧吗 我看你好像 不太舒服的样子啊 只见女孩双脚微微泛红 虽是憔悴的病容 但眉眼间 透着秀丽 哇 春明的心中 忽然一道 哇 挺漂亮的呀 哎呦 我想什么呢 真是的 春明努力压抑着自己 但还是能听到 胸口心脏跳动的声音 轰隆隆 这时 一道震耳欲聋的雷声 猛然响起 楼道里的窗户 被密集的雨点 砸得啪啪作响 雨 下大了 春明被雷声 下了一个机灵 回过神来 哎呀 大半夜的 这郊区末班车都没了 怎么办呢 而且雨也越来越大 不如 你要不要 进屋稍微卸一下 春明试探性的提议 不用了 我已经跟你借了雨伞 谢谢你 我 我不要紧 女孩婉拒了春明 呃 好 好吧 春明放开了 搀扶着她的双手 站在门前 女孩想要离开 可刚一迈步 脚下一软 差点倒在春明身上 哎 你还是进来休息劲吧 你要是再摔倒的话 怕是会受伤的 春明赶快伸出手 紧紧扶着女孩纤细的双臂 走进家门 谢谢 那就 打扰你了 真是不好意思 她似乎十分虚弱 断断续续地说 不要紧的 来 你先坐 我帮你倒杯水 春明扶着她 坐到沙发上 转身拧开一瓶水 递了过去 女孩起身 双手接过水 她一转头 发现沙发上 自己坐过的地方 被湿透的衣裤 弄上了水印 浑身都是湿的 弄脏了你的沙发 对不起 女孩一边说 一边用手抓住衣角 站在原地 显得有些紧张 她很有教养吗 果然不是坏人 不要紧的 你稍等一下 春明走到衣橱前 仔细地挑选 几件干净的居家服 不嫌弃的话 你先穿我这几件衣服吧 她假装不经意地说 让她居卫生间 把湿衣服替换下来 女孩抱着衣服问春明 我叫春明 你呢 她下意识地回问 话刚出口便想起来 女孩不记得自己的名字了 该死 她说过不记得自己的名字了 我还问人家名字 对不起 我不知道 我不记得自己的名字了 女孩听完 捶下双眼 显得有些难过 没什么对不起的 别自责 不过总要有个称呼才好啊 让我想想 春明抬手 附在后脑勺上摸了摸 思考起来 现在是七月份了 然后你淋了雨 不如叫七月 不好不好 不太好不太好 淋雨又不是什么好事 春明摆摆手 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那 那不如叫 七月 你觉得怎么样 女孩听完 捶下双眼 显得有些难过 七月 女孩重复了一遍 微微点头 似乎在认真地想 这个名字的含义 对 七月 怎么样 我觉得蛮好听的 当然如果你不喜欢 我 我很喜欢 谢谢你 谢谢你 七月摇摇头 露出微笑 那就好 喜欢就好 对了 去卫生间 换上干净的衣服吧 春明说完 拍手值了值卫生间的位置 嗯 好 七月点了点头 抱着衣服 走出了房间 糟糕 忘记组队开黑了 春明看了一眼 挂在墙上的时钟 用力地拍了拍脑门 他连忙坐回到电脑前 启动了游戏 请问 试衣服 要放在哪里 过了不久 从卫生间 传来了七夜的声音 挂在凌云间门上面吧 春明说完 便立刻戴上了耳机 继续游戏 打到了第三局 即将胜利的时候 春明忽然觉得 腹中一阵脚痛 糟糕 这个时候要去荣策的话 前面的努力就都白费了 春明咬牙坚持 想着至少要撑到获胜再说 但是接下来的每一秒 腹中之物 都机遇撑破他的肚长一般 不断翻腾 他咬牙坚持 想着至少撑到胜利 春明的额头开始渗出汗来 不行了 不能再忍了 春明扎掉耳机 手捂住肚子 弯着腰 一瘸一拐地 向卫生间走去 他艰难地走进卫生间 发现七夜 正在洗自己换下来的衣服 你先进屋去 春明强忍着腹痛 凑牙齿里挤出四个字后 把七夜推出了卫生间 你 你怎么了 七夜惊讶地看着春明 春明来不及回答 一屁股坐在马桶上 开始一泻牵连 熟测完毕后 春明感觉 仿佛获得新生一般 浑身轻松 他长出一口气 按下冲水键 然后打开卫生间的门 眼看要赢的局 都怪那份夜宵外卖 肯定不干净 他懊悔地摇着头 将责任推到 今天的外卖头上 可是当春明走进房间时 看见七夜 正坐在电脑桌前 他手握剑鼠 控制着春明的游戏角色 七夜的眼神 也不再无助和彷徨 而是充满了坚韧和灵力 他娴熟地操作着 冷静地把冲上来的敌人 全部击败 最后 屏幕上 毫无悬念地 跳出了胜利的画面 七夜 你 春明目瞪口呆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七夜见春明回来 惶恐地放下剑鼠 从椅子上站起来 他冲七夜摆摆手 又指了指椅子 示意他坐下继续 七夜读懂了春明的意思 全神贯注地继续游戏 七夜操作着春明的角色 在接下来的对战 全部获胜 而且拿到四次MVP 好友意犹未尽 被春明找了个借口 推脱掉了 好奇怪啊 春明将电脑关掉 然后走到沙发前坐下 哇 七夜 你会打这个游戏 他疑惑地问 七夜坐在电脑椅上 用双脚 在地上小步地挪动 慢慢转过身来 我也不知道 我看到屏幕上 不断地闪着红光 于是就 他明着嘴回答 你打得还不错呀 是不是以前经常玩啊 我不知道 可能吧 只是我不确定 我想不起来了 春明叹了口气 点点头 嗯 他连自己名字都忘了 大概真的不记得 是不是玩过这款游戏了 我 我是不是做错了 惹你生气了 对吗 七夜见春明没有出声 双手紧张地放在两侧 小声问 啊没有没有没有 到时要谢谢你 帮我打了这么多局 还都赢了 你 挺有 天赋的 对 有天赋 你没生气就好 时候不早了 我 七夜站起身来 准备离开 春明看了看时间 已经过了午夜十二点 可外面的雨依然很大 丝毫没有要停的意思 啊 你要走了吗 可是 这雨 窗外的雨点 阴闪秘密地打在玻璃窗上 嗯 已经打扰你这么久了 七夜站住脚步 惆怅地说 不打扰不打扰 不是 我的意思是 啊 春明顿了顿 观察着七夜的表情 你可以在我家 暂住一晚 等明天雨婷再说 不知为何 春明说完之后 觉得自己脸上有些热 啊 住在春明家 我 七夜似乎在纠结什么 他看向春明 脸上露出羞涩的表情 嗯 我看你身体 不太舒服的样子 如果大半夜出去淋雨的话 谢谢你 春明 七夜低下了头 小声地说 不客气 对了 你身体感觉怎么样了 还有些烦力 不过 已经感觉好多了 啊 那就好 嗯 要不要 洗个澡 然后 休息 啊 你睡床 我在沙发将冬一晚上就好了 春明折了纸床 然后又在沙发上拍了拍 啊 不用 我睡沙发就好了 七夜扬了摇桃 怎么能让女孩子睡沙发 不是我一个大男人躺床上呢 你就听我的吧 嗯 那 好吧 七夜 七夜 腼腆地大应着 转过身 朝着卫生间走去 过了一会儿 春明听到热水漆熄灭了 最后 七夜的声音 从卫生间传来 抱歉 刚才忘记浴巾了 能帮我拿一下吗 哦 对 忘记跟他说 雨晶的事情 春明站起身 朝着卫生间走去 咚咚咚咚 他敲了敲门 那个 你拉好雨连啊 我进来帮你找雨间 停顿了几秒 没有回音 春明慢慢伸手推开门 七夜已经将雨连拉好 可透过半透明的雨连 似乎隐约能看到里面 不行不行 绝对不能再看了 我可是真人君子 我也是 春明猛地转过身 承受从架子上扯下玉金 闭着眼睛向后递去 孟 给你鱼巾 春明努力地强装镇定 这条是我今早刚洗好的 还没用过 你放心吧 好 刚才 你 他听到玉帘拉开的声音 闪耗手中的玉京 被七叶接了过去 我闭着眼睛呢 什么都没看到 真的 春明脱口而出 哎呀笨蛋 这不是此地乌银三百两吗 你 你换好衣服了吗 换好了 就先回去屋里休息吧 我马上也要洗澡了 七叶没有回答 春明只听到玉帘拉开 和一阵脚步声 他感到七叶从自己身边经过 一股熟悉的沐浴露气味飘来 其中还混合着 另外一种陌生的香味 钻入了他的鼻腔 紧接着 这股香气 渐淡渐远 直至完全消失 春明偷偷将眼睛 睁开一条缝 看到七叶已经离开 这才松了口气 他快速关上门 脱掉睡衣 跳进了淋雨间 喂 清醒点 清醒点 他在心里默念着 拧开水龙头 用冷水浇在自己头上 可是 刚刚七叶模糊的倩影 却依旧在他心头萦绕着 七叶玲珑的柳耀 挺翘的臀部 还有 够了 不用再想了 春明用力拍了拍脸 强迫自己 把注意力从七叶的身上 拉了回来 他喜好回到卧室时 发现七叶 已在床上合一而卧 嗯 七叶 一定是累坏了吧 他轻声地关掉日光灯 在准备离开时 忽然心念一动 回身看向七叶 他这么睡 会着凉的 还是帮他盖条被子吧 于是 春明慢慢向七叶走近 蹲在了床边 我的T恤 在他身上显得好宽松 下摆几乎可以盖住 他的膝盖了 春明看着七叶 不自禁地露出了微笑 春明慢慢伸出手 拽过被子 盖在七叶的身上 这时 七叶似乎感觉到了 于是也伸手 想要拉过被子 春明闭闪不及 拿着被子的手 一下被七叶握住 七叶揉了揉眼睛 睁睁地看着春明 他们此刻的距离 竟在咫尺 两人瞬间都红了脸 我 我 我看你睡着了 怕你着凉 所以 春明一边解释着 一边站起来 但春明蹲了太久 会上一阵酸麻 刚站起一半 便卸了力气 往前挡去 他赶紧伸手 抵在床边 撑住身体 七叶见春明险些跌倒 也坐了起来 想要帮忙 两个人的脸 在一瞬间拉近 鼻尖几乎触碰在一起 原本想拉开的距离 反而变得更近了 四目相对 七叶害羞地侧过头 闭上了眼睛 对 对 对不起 我 春明向七叶道歉 然后狼狈地爬了起来 没 没事 你 你不要紧吧 七叶往后一了一 坐起了身子 没事 我没事 那就好 七叶点点头 应了一声 然后伸手将身边的被子 轻轻扯过去 嘴唇动了动 却没再说话 春明站在床边 一时也不知说什么才好 房间里 安静地只有时钟 披达声 才规律地响着 我 谢谢你啊 春明 不客气的 那 那你早点休息吧 春明说完 赶紧走到沙发边 面朝墙壁躺了下去 躺在沙发上 他辗转反侧 伸出手指 在自己的鼻尖上 轻轻地不住摸缩着 一遍遍回味 与七叶的近距离接触 心中萌生了一种 前所未有的感觉 于是 一树小小的火苗 开始燃烧起来 刚刚 有没有碰到 企业的鼻尖啊 似乎是碰到了吧 企业 只有一瞬间 要是我再大胆一点 会不会 想着想着 春明索性翻过身 从沙发坐起 可当他听到七叶熟睡后 均匀的呼吸声时 冲动的想法 瞬间变得平静了 他思索片刻 偷偷朝床的位置 看了看 轻叹一声 垂头丧气地躺了回去 春明枕着自己的手臂 望着天花板 渐渐进入了梦乡 一阵清脆的鸟叫声 从窗外传来 天亮了 好累啊 春明躺在沙发上 伸了个懒腰 不情愿地睁开了眼睛 你醒了 他侧过脸 发现七叶已经将被子叠好 站在房间中 走 早安 他连忙从沙发上坐起身 揉了揉眼睛 走 七叶点点头 回应着春明 睡得好吗 昨晚 春明想起 昨晚的情景 觉得有点尴尬 于是挠了挠头 嗯 睡得很好 你呢 也不错 不错 春明张开手 掌抵住了自己的腰 真是 这沙发太软了 我这个腰 哎 好疼好疼好疼 那就好 我在想 我站了你的床 怕你睡得不舒服 不会不会 完全不会 很舒服的 我打算以后都是沙发 春明用力派了拍沙发坐垫 装作享受地往后靠去 春明 七叶叫了一声 春明 啊 昨天 谢谢你收留我 小事 不用放在心上 春明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才发现 七叶已经换好了 自己的衣服 哎 你要走了吗 嗯 是的 七叶抿着嘴 点了点头 嗯 差不多该走了 哦 那 那你要去哪呢 我 我也不知道 自己要去哪里 我想不起来了 可是 七叶落寞地说 走向门口的脚步放慢了 他背对着春明 回过身看了看 又马上转了回去 七叶 别走了 留下来吧 七叶回眸的一瞬 眼中带着为难和不舍的脸 仿佛一只受伤的猫咪 啊 太可爱了 春明心中一阵不舍 别走了 好不好 就留在这里吧 他跟在七叶身后 捂足了勇气说 如果 你不知道要去哪儿的话 这 可是 已经打扰你这么久了 我 不要紧不要紧 一点也不打扰 真的 春明的情绪有些激动 向前迈进了一步 那就留在这儿吧 好吗 以后 这里就是你的家 七叶听到这句话 喘过身看向春明 眼中闪着泪光 他思考了片刻 微微点了点头 你 答应了 嗯 太好了 春明开心地抓住 七叶的胳膊 一把将他抱在了怀里 啊 春明 你 突如其来的拥抱 让七叶一时间 不知如何是好 春明 春明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 赶快放脱抱着七叶的手臂 我 我 啊 我有点 有点激动 抱歉啊 他 他红着脸 心砰砰 我 不要紧的 七叶抬手 将散落出来的几根绣发 你回耳边 你回耳边 小声地回答 呃 七叶 其实我 我有点 我 喜 你 春明 占红了脸 话也说得磕磕绊绊 嗯 怎么了 春明 我 昨晚 我想说 哎呀 我这张嘴啊 说呀 你把心里话说出来啊 嗯 你 七叶刚想询问 但下一秒 似乎明白了春明的意思 他的脸也红了起来 将自己的目光移开 我 我 哎 没 没什么 他将话咽了下去 说无其事地摇了摇头 啊 啊 对了 七叶 我 带你去外面买些 替换衣物 好不好 春明试图岔开话题 好啊 不过 七叶顿了顿 原本一有笑意的脸 在他脸上露出一丝担忧 怎么了 七叶 是有什么顾虑吗 嗯 我 我身上什么也没带 买衣服的花 可能 可能要麻烦你 先帮忙垫付 七叶 七叶垂下了眼睛 不好意思地说 啊 原来是在担心这件事啊 嗨 你不用担心 春明笑着摆了摆手 包在我身上 说完 他拍了拍自己的胸脯 嗯 那 谢谢你 等我 不用客气 你饿不饿 我们现在出门吧 顺便一起吃早饭 春明拿起手机 给主管发消息请假 嗯 用什么借口好呢 对 就说昨晚淋雨感冒了 需要过床休息 消息发出后很久 才得到了同意的回复 春明松了一口气 哦 还好还好 以为会被拒绝呢 主管那家伙 可是不太通人情啊 经过了一夜暴雨的冲刷 湛蓝的天空 没有一丝云彩 两人一起坐在咖啡店里 品尝着美味的食物 春明的心情 非常轻松愉快 因为是工作日 但他却不用上班 不过更多的 则是第一次和女孩子 一起吃早饭 带来的兴奋 七夜靠在咖啡店的 落地窗边 咖啡杯里升起的热气 慢慢浮上他的脸 春明喝着咖啡 抬眼偷偷看他 心里一阵安稳的幸福感 可他不敢看太久 就在七夜即将回头的时候 赶紧红着脸低下了头 比起周末 商场里的客人 也是寥寥无几 商铺店员们 一边整理着货物 一边敏锐地捕捉着 每一个路过的身影 只要从他们的门前经过 便能收获一份热情的招呼 春明带七夜 走进一家自住式服装店 非自住店的店员 我实在招架不住 春明建议七夜 多买几件 方便替换 但七夜仍旧不肯 还是懂事的 只挑选了一套便服 和一条白色的睡裙 就这两套吗 嗯 已经足够了 一套外出穿 睡裙可以在家的时候穿 七夜点点头 将新衣服抱在胸前 再看看吧 春明扭过头去看向衣架 却被七夜挡住了视线 不要了 春明 不用花那么多钱了 可是 不够的话 还可以穿春明的衣服 七夜说完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他羞答答地转过了身去 啊 穿 我的衣服 妈 妈 春明被这句话勾起了回忆 还眼看了看七夜 他可爱的脸上 早已不似昨夜那般狼狈憔悴 春明心中一暖 笑了起来 那不买衣服的话 我们去超市逛逛吧 嗯 好 去超市吧 七夜点头同意后 便和春明一起走进了超市 在一排排货架之间 春明跟在七夜身后 看着他认真挑选 这种感觉 好幸福啊 这个杯子好可爱 你看 七夜从货架上 拿起一支 映着小猫咪的离喜马克杯 他将正面对着春明 说话的语气中 充满了喜爱之情 你喜欢吗 那就买下来 春明将手覆盖在杯口 太可爱了 会舍不得用的 七夜摇摇头 仔细地端详了一阵 又将杯子放毁了货架 舍不得用啊 就摆在家里看 摆吧 春明又将那支杯子 再次从货架上拿起 放在了购物栏中 七夜撒娇式地笑了笑 欢快地继续沿着货架 向前走去 二人从购物中心满载而归 春明的双手 拎满了货架 他刚迈上台阶 准备上楼 发现七夜停下了脚步 重不重 春明 我们分他一下 太阳起脸 伸出手来 不重 我来就好了 还是分我一个吧 七夜一边说着 一边伸手过来 不用 一点也不重 春明向侧边一躲 不料脚底一滑 重心不稳 开始摇晃 小心 七夜赶紧双手 拉住春明的胳膊 向自己身边拽 春明想要站定 却在拉拽的惯性下 无法停住 一下将七夜抱在了怀里 这次 他没有像早晨那样 迅速放脱 而是慢慢低下头 看向七夜 却发现 七夜也正抬头 看着他 眼神不再是惊讶 而是带着一丝羞涩 春明将双臂紧了紧 抬起头 看向天空 阳光正好 云朵在飘 接下来的日子 春明出门上班时 七夜便在家 用他的账号打游戏 七夜 我回来了 在高兴什么 一天晚上 春明下班回家 刚不回开门 便看到七夜 笑盈盈地走了出来 这么高兴啊 怎么了 春明换好鞋 关上门问 你猜猜看 春明 七夜神神秘秘地说完 杨齐烈来 好 我想想 春明一边思索着 一边走进房间 坐在了沙发上 看了好看的电视剧 春明伸手指了指电视 不对 你不在家 我都不想开电视剧 再猜猜猜 再猜猜 他说完 眼神向着电脑 看了一下 哦 我知道了 继续加长猜不到 逗逗他 啊 不对啊 那我再想想 嗯 春明摸了摸下巴 快速思考着 还有什么错误答案 哦 我知道了 春明忽然双手一拍 真的吗 快说说看 午餐特别合你胃口 是不是 虽然 午餐的确很合胃口 不过 嗯 还是不对 再猜 齐烈没有看出 春明正在装糊涂 一个劲地 朝着电脑炉嘴暗示 好可爱啊 真舍不得 马上结束这个游戏啊 春明在心中窃喜 脸上却一副 疑惑的表情 诶 这就难了 让我好好想想 你给我点时间 嗯 他双手合拢 放在下巴上 假装思考 齐烈则一脸 期待地看着春明 啊 对 我早该才到了 齐烈想我了 对不对 所以看到我回来 才会特别开心 呵 春明说完 便张开双臂 去拥抱齐烈 却被他轻轻挣脱 啊 才 才不是呢 齐烈说完 扭过脸去 害羞了 嗯 原来 齐烈不想我呀 嗨 春明用沮丧的语气说完 失落地倒向一边 啊 没有 我想 哎呀 真是的 齐烈见状 左右为难 最后只好撅着嘴 站了起来 好了 我逗你的 我知道 是关于游戏的 对不对 春明 春明笑着拉住 七叶的手 说出了答案 七叶点点头 走到电脑前 将游戏的排行榜 打开给春明看 哇 全服务器第五 我 春明惊喜地 睁大了眼睛 定在原地 我一辈子 也打不到这水平啊 齐烈居然 只用了不到半个月 太厉害了 齐烈 你简直是专业级别啊 春明激动地 搂住七叶的肩膀 情不自禁地 在他额头上一吻 啊 春明 你 谢谢你 七叶 我 我 啊 春明兴奋的感觉 依旧没有消退 他见七叶 并未显出不悦 于是变得放肆起来 将脸慢慢靠近 尽到可以从 七叶的眼眸中 看到自己痴痴的样子 我 我 我喜欢你 七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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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叶的表情 带着三分羞涩 三分喜悦 还有四分期待 春明读懂了七叶的表情 温柔地吻 轻轻落在了他的双唇上 时间一天天过去 转眼间 七叶已经在春明家里住了将近一个月 在他的帮助下 不 准确地说 是在他的操作下 春明的游户 春明的游户账号 从服务器第五升到了第三 这让春明觉得 第一也指日可待 虽然七叶总让他不要想得那么简单 但春明还是觉得 七叶可以搬到 滴答 办公室墙上的挂钟 准确无误地指向了十八点 春明站起身来 使劲地伸了个懒腰 下班下班 回家回家 他准备关掉电脑的时候 却被主管叫住了 春明 今天晚上留下来加班 这套方案明天必须给到我 他手里握着一叠厚厚的文件 用力地丢在了春明的桌上 啊 可是 我今天 嗯 有约了 推掉吧 这个方案非常重要 如果给不出的话 月底考核 我可说不准呢 主管说完耸了耸肩 转身走回了自己的办公室 春明看着他直高气昂的背影 急不情愿地将文件拽了过来 你等着 等我有钱了我马上辞职 可是 怎么才能有钱呢 春明苦笑着摇摇头 开始写起了方案 滴滴滴滴 七夜发来的消息 肚子有点饿了 等你下班 我们去吃烧烤吧 好不好 哎 不行 我今天要加班 可能何万才回去 冰箱里的蛋糕 你拿出来吃掉吧 哦 那好吧 七夜的语气中满是不情愿 还发了一个委屈的表情 等你吃饱了就打会儿游戏吧 如果困了就先睡吧 不用等我 啊 春明将消息发出 叹了口气 游戏 游戏 对啊 打游戏 也可以有钱啊 帮七夜 开个直播账号 他肯定比那些 只会卖萌 游戏技术 一塌糊涂的主播 更有人气 想到这儿 春明刚刚阴霾的心情 瞬间变得晴朗起来 他双手在键盘上飞舞着 很快便做完了方案 直接飞奔回家 我回来了 七夜 有件事跟你说 春明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 还没换好鞋 便开始叙述自己的计划 你在打游戏啊 他踏拉着拖鞋 走进房间 看到七夜 正在全神贯注地 盯着电脑屏幕 对啊 刚刚吃饱了 想再帮你 把游戏排名提升一下 所以就 听到春明的声音 七夜歪过头看来 露出微笑 你说有事情要跟我说 等你打完这局再说 嗯 那我就不跟他们客气了 马上解决战斗 七夜说完 转过头继续看向屏幕 他抓住鼠标连点三下 借着使出必杀计 瞬间将敌方击败 那 好了 你说吧 我听着 七夜双脚在地上 小幅度地挪动 坐着电脑椅 转过身来 真乖 七夜最厉害了 七夜听到后 开心地笑了起来 那七夜 能不能 也把我的这关 嗯 春明慢慢蹲下身 用鼻尖 抵在七夜的小腹处 隔着睡衣 来回摩索 你 你 你不是 有事情要 说吗 七夜 微微一颤 伸手挡在自己身前 就要撑倒 啊 是啊 我在干什么 嗯 春明站起身来 清了清喉咙 将刚刚的情绪收起 呃 咳咳 呃 就是呢 呃 我今天在公司加班 忽然想到 帮你开个直播账号 你来做游戏主播 啊 游戏主播 我吗 对啊 对啊 你技术那么好 我觉得你可以的 等直播游戏赚钱了 我辞职 不去受那种气了 春明说完后 拿起桌上的水杯 一饮而尽 嗯 打游戏是可以 但是 这样 真的能赚钱吗 七夜拿不定主意 他想帮助春明 可是却有些不自信 可以的 绝对可以 来 你看 春明打开直播软件 选了几个 他关注的知名主播 给七夜看 这个什么猫匠 还有这个 Sky什么的主播 你看 他们的水平 根本不如你好 但是就这样 都有几十万的粉丝 获得粉丝打赏 就能赚钱 春明拿过鼠标 打开了直播录像 给七夜看 然后 他越说越激动 踮起脚 一屁股坐在了电脑桌上 哎 等粉丝数达到一定规模 平台就会来签约 这样 就能有非常稳定 而可观的收入了 哈哈 他仿佛已将七夜 打造成为 顶流主播一般 开心地笑了起来 我来帮七夜做助理 怎么样 他微笑着 期待着七夜的回应 我 我不知道 我怕拖你后腿 七夜还是有些犹豫 不会 那这样好了 我们先做兼职 兼职 主播 兼职呢 就是 我白天上班 晚上回来 和你一起直播 嗯 如果可行 等时机成熟 我就辞职 我们专心做主播 你看怎么样 为了打消他的顾虑 春明将整个计划 分成了两部分 一来可以缓解 七夜的压力 二来 也给自己 留了条后路 七夜见他如此积极 稍加思考了几秒后 缓缓地点头 同意了 春明立即为七夜 开通了直播账号 并申请了虚拟形象 春明 这个是 是什么 七夜看到电脑画面中 出现了与自己相似的卡通人物 十分惊讶 无论七夜做什么动作 卡通人物 都会根据摄像头捕捉到的 及时模仿 这个是虚拟主播 就是用卡通的虚拟形象 代替七夜的样子 啊 代替我 嗯 七夜摸了摸自己的头发 再看向屏幕里的虚拟形象 嗯 对啊 现在大家都做虚拟形象 满足粉丝的喜好嘛 挺好的 哦 原来是这样 而且 你看它 是不是跟七夜你长得很像 嗯 有吗 嗯 好像 是有一些吧 哼 七夜作证 又歪着头 看了看屏幕 都那么可爱 凌晨一点 开通直播已经快两个小时 粉丝量 还只是个位数 虽然这是正常现象 但却让刚刚干净十足的春明 心里慌了起来 他开始不安 拿起手机 搜索起主播推广方法 但搜到的 竟是驴唇不对马嘴的答案 又或是传媒公司的收钱广告 怎么办呢 春明双手 用力地揪住自己的头发 算了 不早了 明天再说吧 他烦躁地闭上眼睛 身体厚靠 渐渐睡着了 叮 叮 叮 几声连续地提示音响起 春明顺着声音的方向 摸到手机 他睁开眼 发现七夜仍旧坐在电脑前 专心地直播着游戏 嗯 哦 原来是直播平台的收入 嗯 个 十 百 好 他猛地站起身 又将这些信息检查了几遍 七夜 七夜 春明开心地抓着手机 跑到七夜身边 嗯 怎么 春明 你醒了 有收入了 刚刚 你的粉丝打赏了好多钱 春明激动地把手机放在七夜眼前 嗯 真的吗 太好了 春明看着七夜的脸 心上一阵热意涌上 放下手机 伸手向七夜身前复去 还未触及到那微微隆起的风雨 便被他娇撑着推开了 嗯 七夜 嗯 嗯 嗯 春明 我 今天有点儿累了 对不起 七夜揉了揉眼睛 充满歉意地看着春明 对啊 刚刚我睡着的时候 七夜可是一点儿没休息啊 对不起 七夜 让你这么辛苦 嗯 春明摸了摸七夜的脸 心疼地看着他 嗯 不会了 春明不用道歉 七夜摇摇头 伸出手 伸出手 伸在了春明的手上 不早了 今天就到这儿吧 七夜 嗯 嗯 好的 真的有点儿惯了 至此 第一天的直播结束 粉丝数七百四十九 收入总额一千九百八十元 在这之后 七夜每晚都会准时开启直播 春明则坐在他身旁 负责管理粉丝事宜 粉丝数和收入 每天都飞速增长 于是春明终于下定了决心 向公司辞职 什么 你要辞职 主管坐在椅子上 手里握着咖啡杯 脸上露出一副不敢相信的表情 是 春明简短地回答 为什么 现在外面的工作也不是那么好找 你是要跳槽 主管放下杯子 直视着春明 这似乎与你无关吧 也对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正式离开 他一边说着 一边转了转椅子 翘起了二郎腿 今天 今天 开什么玩笑 你还没有办理交接手续呢 他耸了耸肩 摊开了手 邝姐 我不管 你送过邝公 靠钱好了 春明打断他的话 将手里的辞职报告放在桌上 转身离开 框 主管办公室里传来一声闷响 擦键盘 把楼拆了也没用 呦 谁惹他了 又是你吗 春明 露西从显示器上探出头来 春明摊开手 耸了耸肩 继续整理自己的物品 你理东西是要 辞职了 不干了 好 那 恭喜了 真爽 谁也加班谁加班吧 黑星公司见鬼去吧 春明小跑着回到家 抱着整理箱站在了门口 你 七夜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你的专职助理了 您有任何需求 只管吩咐 好 被逗笑的七夜 接过了春明手中的整理箱 那 我现在就发布第一个命令了 请讲 春明假装收起笑脸 神情严肃地站直身子 那 你要听好 是 七夜 七夜 将整理箱 放在门口吧台上 然后一下扑进春明的怀里 我想让你带我去逛街 他用额头 在春明身上蹭了蹭 春明赶紧合起手臂 将他报警 遵命 马上就带七夜老板去逛街 市中心的购物广场逛了几个小时后 七夜感到肚子有些饿了 春明 我好饿 饿得走不动了 没有力气了 七夜迈着小碎布 走到休息椅前坐下 一副筋疲力尽的样子 先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去吃饭 春明将手中的购物袋放在地上 轻轻抚着七夜的头发 可是那些餐厅排队的人好多 你看 七夜指着连郎对面的几个餐厅 都起了嘴 嗯 这样啊 那我们就去布排队的店 嗯 我们去吃牛排 春明伸出手 准备拉七夜站起来 牛排 那很贵吧 七夜把手搭在春明的掌心 为了庆祝我们的事业 犒劳一下七夜老板 多安贵不贵呢 我们走 去乘升降电梯 快一些 春明捏了捏七夜柔软的手指 但是 开心地拉起她 走进电梯间 看 我就说去吃牛排吧 肯定不用排队 你看 电梯里都没人的 春明插着药 语气得意地说 七夜点了点头 缓缓向鞋前方走了一步 然后转过身 面向春明 嗯 怎么 七夜并不说话 只是看着春明 怎么了 七夜 七夜用如玉般的牙齿 轻轻咬住自己的下唇 露出一丝微笑 她一步步走到春明身边 踮起脚 在她脸上轻轻一吻 嗯 七夜 你 春明又惊又喜 拦住七夜的腰 凑过脸来想要回稳 却不料七夜一低头 躲了过去 不行哦 电梯马上到了哦春明 她脚狭的一笑 转过身 指了指电梯上方的屏幕 春明盼了口气 为没有稳到而失落 叮的一声 电梯停住 叫下门缓缓打开 七夜面向门口 反手拉住了春明 开心地走了出去 吃好晚餐 他们又在商场里逛了一阵 直到七夜觉得腿酸了才离开 刚上出租车 七夜便疲惫地闭上了眼睛 靠在车座位上睡着了 春明听到身边传来微微的呼吸声 便侧过头去看向她 七夜闭起的双眼上 长长的睫毛一颤一颤 似乎在做着梦 是关于什么的梦呢 梦里会不会有我呀 春明放下手机 双手抱在胸前 如果有 会是怎样的情景呢 春明一边猜测着 一边又回忆起 像是第一天的场景 他哀怜地在七夜头发上抚摸着 脸上不自禁泛起了笑意 呲 一阵强烈的惯性 忽然把春明向前甩去 差点撞到座椅 啊 怎么了 七夜被惊醒 还好我刚刚把手拦在七夜前面 不然他可能会受伤的 司机怎么会急刹车呢 喂 没张眼睛啊 红灯卡不到吗 司机按下车窗 将头探出去大骂 他瞪着眼 愤怒地盯着对方 慢慢将车子启动 原来是闯红灯呢 吓了我一跳 春明深呼一口气 赶紧回过头来 安慰惊魂未定的七夜 没事没事 有人闯红灯 别怕别怕 没事的 他拍拍七夜的肩膀安慰着 闯红灯 嗯 七夜露出春明的手臂 靠在他肩膀上继续闭上眼睛 尝试入睡 吵到你女朋友了 真是抱歉啊 不要紧 也不是你的错 春明吓了想 将手臂垫在七夜的脖梗下 尽量让他睡得舒服一些 一到晚上 不受交规的家伙就开始多了 哦 为什么 警察下班了呗 嘿 也不知道都怎么想的 什么急事 非得闯那个红灯啊 被车撞了 命也就下班了 是啊 太危险了 就是啊 哎好 到了 哎 下车东西别忘了 哎好的 谢谢了 春明轻轻叫醒七夜 扶着他一起下车了 走到家门口 掏出钥匙 刚要插进锁孔 门却忽然打开了 春明本能地向后撤步 定神看清状况后 张大嘴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妈 你怎么来了 你不跟我说一声 开门的 正是春明的母亲 怎么 我来自己儿子家 还要通知一下的 母亲微笑着反问春明 不是 我的意思是 我也好去接你嘛 春明连忙陪笑 英勤地搀扶住了母亲 臭小子 你呀 就嘴甜 我有钥匙 你忘了 没忘 当然没忘了 这时 母亲的目光 已到了七夜身上 啊 对了妈 这是七夜 是我女朋友 哟 哟 你小子行啊 找女朋友了 都不跟你老娘说一声 母亲抬高了声音 佯装生气 脸上的表情 却透露出了喜悦 阿姨好 七夜乖巧地向母亲 点头示意 你好啊 真是个好孩子 来 进屋 站在外面想什么话呀 母亲探出身子 一把从侧面揽住春明和七夜 热情地拽进屋里来 谈多长时间了 趁着七夜换居家服的时候 母亲把春明拉到一边 悄悄地问 嗯 差不多一个月吧 如果从第一次接吻开始算的话 哦 那这孩子就一直跟你住在这里啊 母亲微微沉吟 朝卫生间看了看 哦 对 因为她 她家不是咱们这边的 所以我 春明觉得解释失忆什么呢 太麻烦 便找了个借口 哎呀 没事 你妈又不是老古董 注意安全就行了 母亲白了她一眼 然后露出慈祥的笑容 拍了拍春明的肩膀 春明一阵害羞 张张嘴想要说什么 却见母亲拿起包 似乎准备离开 哎 哎 妈 你要走了 对呀 不走我住这儿啊 母亲走到门前 弯腰换鞋 哎 阿姨 您要回去了 七夜换好居家福 也跟着走了出来 对 我呀 就是给来送点吃的 帮这小子 打扫打扫卫生 顺便看看 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 这时间也不早了 我就先回去了啊 母亲换好鞋 将胯包拎起来 鞋胯在肩上 啊 哎 一起吃点再走呗 春明回头看着桌子上堆满的餐盒 对母亲说 我不饿啊 等回去跟你爸一起吃 走了啊 你俩慢慢玩啊 他出门来送母亲 当走了几步 便被母亲推了回去 别送 我又不是不认识路 你赶紧回去吧 春明点了点头 却不往回走 只是站在原地看着他 哎呀 你这孩子 赶紧回去 人家小姑娘等着你呢 母亲抬起手摆了摆 啊好 我这就回去 妈你路上小心点啊 嗯 行 你呀 对人家好点 母亲又回过身 向春明走进一步 在他耳边 小声地嘱咐着 他用力拍了拍春明的后背 带着笑意 静止下楼离开了 回到家中 春明看了看桌上 母亲送来的菜 哇 真是不少啊 妈果然疼我 七 你饿不饿 来尝尝我妈做的菜呗 春明一边将餐盒一个个拆开 一边朝屋里喊 嗯 来了 你看 这是糖醋里剑 我最爱吃了 来 你尝尝 春明夹起一块肉 递到了七叶嘴里 哼 味道怎么样 七叶甚真的拒绝着 脸上露出了幸福的表情 嗯 很好吃 对吧 特别好吃 来 再尝尝这个牛肉羹 来 啊 嗯 等一下吧 刚刚刚的还没吃完呢 刚刚的还没吃完呢 七叶摇了摇头 直指自己的嘴 嗯 好 那至少我吃 嘿嘿嘿 嗯 春明将勺子吊转回来 送进了自己的嘴里 嗯 嗯 怎么 味道会以前 会弱啊 春明一边砸磨着味道 一边皱起了眉头 怎么有骨鸡肉的味道 还是说 我的错觉 春明站起身 盯着牛肉羹看了看 又坐了回去 嗯 怎么了 嗯 嗯 牛肉羹味道不对 好像 不是牛肉 这样吗 那 我来尝尝看 那 你尝尝 春明养了一勺牛肉羹 朝着七叶递了过去 七叶从椅子上站起 弯下腰来 弦住了春明递过去的勺子 宽大的圆领睡衣 在重力的影响下 像一个风筒一般打开了 将七叶的身体 毫无保留地暴露在了春明眼前 啊 嗯 春明一阵慌张 想要转过头去 这一下 竟将手中的勺子落了下去 掉在了牛肉羹中 啊 掀起的汤汁 正好飞到了七叶的胸前 他笑后一躲 叫了出来 哎呀 七叶 你 你等等我去拿纸 春明连忙站起身 扯出几张纸来 帮七叶擦掉身上的污子 汤汁在七叶粉白色的睡衣上慢慢散开 渐渐贴在了七叶的身上 而混合在其中的油脂 让布料开始显现 盖在他之下的景物 春明一边擦拭着 一边看到了更多 他抿着嘴 红着脸 呆立在七叶面前 手臂悬在了半空之中 七叶 春明抬起头看着七叶 嗯 已经擦干净了吗 七叶伸出手来 摸了摸胸前的污渍 嗯 没 没有 大概 要用水洗才能去掉吧 我 我想 他一边说着 一边不受控制似的 将手掌从七叶胸前轻轻滑动 啊 春明 你 七叶没有多闪 只响声地哼了几横 我 我 我想问你 七叶 春明将手掌停在七叶胸前 向他走近 七叶步步后退着 最终还是被抵在了墙上 嗯 春明另一只手扶在七叶的脑后 一点点将自己的脸贴了上去 嗯 嗯 春明 七爷慢慢闭起了眼睛 任由春明深情地与他亲吻 表演在邀请 春明拿着手机点开了私信 亲爱的七爷主播您好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本平台的支持与信任 由于您的直播数据良好 且知名度较高 现向您发出 狂欢之夜表演赛的邀请 他一边读着私信内容 一边走到刚刚结束游戏直播的七爷身边 七爷 平台那边邀请你参加比赛 比赛 邀请我 七爷疑惑地皱了皱眉 对 就是在他们指定时间里 在线上和其他主播一起打比赛 嗯 这样 七爷明白了邀请萨的意思 点了点头 而且 如果能获得表演赛的前三名 会有额外的奖金呢 春明仔细阅读着活动细则 开心地说 奖金啊 七爷 我们接受邀请吧 他满怀期待地看着七爷问 如果 春明希望我参加的话 好吧 好 我这就帮你报名 春明说完 便立刻将自己的联系方式发了过去 不一会儿 主办方的视频电话便打来了 您好 请问是春明先生吗 您好 我是 好的 您就是七爷的助理是吧 对 那我现在就把细则跟您说一下 您看方便吗 负责人十分客气地 征求着春明的意见 方便方便 您说 好 表演赛唯一对一模式 本周六中午十二点开始 参赛主播以系统抽签的形式匹配对手 之后有十分钟的时间准备 邀请赛唯BO3淘汰制 每场胜者晋级下一轮 败者则止步于此 他一口气说完 之后停顿了一下 似乎在等待春明的反应 好 那规则说完了 您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吗 没有了 都明白 好的 那感谢您 再见 对方说完 匆匆挂断了电话 周六 我算算 那就是还有三天时间 七叶 春明抱其日历翻了翻 转头对七叶说 对手呢 是 不知道 说当天匹配 反正就是那几个主播了 不要太担心了 春明伸手掐了掐七叶的脸 不能太过自信 我觉得还是 七叶把春明的手拿开 撸起了嘴 好吧 好吧 七叶老板真简善 春明尴尬地张了张嘴 心里有一点不悦 那你自己看吧 就服务器前十六的这几个 他说完 便坐回沙发上 刷起短视频 不再理七叶 好 七叶简短地回应 接着便开始研究对手 这么认真的呀 春明悄悄将手机放低 脸藏在后面 偷看七叶 他发现 七叶正将这些人的ID记下 打开他们的视频 认真观看 还将他们的惯用天赋 和操作偏好都记录下来 然后打开游戏练习 明明从让他做主播开始 都是我的主意 可是 我对待官方的比赛 就是这副毫不重视的态度 哎呀真是该打 春明拍几手 拍了拍自己的脸 然后搬了把椅子 坐到了七叶身边 七叶我陪你一起吧 好不好 春明歪着头 笑呵呵地看着七叶 七叶专注地盯着屏幕 以点头作为回应 好吧 那就乖乖坐着吧 不要打扰他 不要打扰他 春明把椅子推到了前面 下巴垫在电脑桌边 不住地叹气 啊 春明 你 七叶侧过头 看到趴在桌子上 装可怜的春明 露出惊讶的表情 没事 你继续 我看着你就好 春明假装委屈 这样下巴会疼的 快起来 七叶伸出手掌 想要抬起春明的脸 不要 我犯错了 要受惩罚 春明挪了挪脑袋 继续用下巴抵着桌面 哪里犯错了吗 是我刚刚的语气 太凶了吗 他低下头来 声音变得很温柔 春明不说话 继续叹着气 对不起了 我只是想 了解一下对手 这样的话 对比赛有帮助 你说呢 嗯 所以是我不对 我刚刚太人性了 春明语气中 带着懊悔 哎呀 好了好了 春明没有错 我也没有错 都开心一点 好不好 嗯 七叶拍拍手 然后用鼻子 蹭了蹭春明的脸 哎呀 好痒 饶命 饶命 春明被七叶刘海的碎发碰到 觉得有些痒 于是边躲边笑 七叶也开心地笑起来 见七叶已经不生气 春明这才放下心来 比赛日前一天 吃好晚餐好 七叶打开电脑准备练习 七叶 今天就不要练习了吧 休息一下 为明天的比赛养均续锐嘛 春明收拾好碗筷 提议跟他一起去街边公园散散心 嗯 好啊 等你收拾好 我们就走 傍晚的公园里 有夜跑的少年 剑步的老人 带着孩子的家长 还有一对对 漫步而谈的青年男女 春明和七叶 在曲曲折折的道路上 并肩而行 喵 一只全身乌黑的小猫 从路旁树丛中 悠闲地走出来 停在他们面前 小猫咪 七叶惊喜地走上前去 蹲下了身子 小黑猫并不怕人 见七叶走来 一下子躺倒在地 她翻起肚皮来 仿佛在等待着七叶来抚摸 好乖呀 你也在散步吗 她伸出手 轻轻地摸了摸 小猫咪的头 小猫咪似乎听懂了一般 又叫了一声 她在回答我 春明 七叶高兴地回过头来 看着站在不远处的春明 春明笑着点点头 也一起蹲在了猫的身边 小猫被摸了一会儿 一翻身站了起来 她将尾巴竖起 走来蹭了蹭七叶的腿 嗯 你怎么了 小猫咪 七叶的目光随着小猫 会不会是饿了 春明观察了一会儿 得出结论 这样啊 可是 我们也没有给你带食物啊 怎么办 七叶向春明求助 嗯 那我们去看看周围的便利店 有没有猫粮吧 春明站起身来 伸手想要拉七叶 嗯 好 嗯 可是 七叶握住她的手 却没有站起身 她看到我们走了 会不会 以为我们不回来了 自己离开啊 嗯 也有可能 那 春明想了想 放开拉着七叶的手 插进外衣的口袋中 七叶 你在这里等我 我去买好回来找你 好不好 嗯 好 七叶点点头 转过身来 摸了摸小黑猫的头 你不要乱走 在这儿等我 我会尽快回来的 春明又嘱咐了一遍 然后朝着公园外走去 春明手握罐装猫粮 从便利店走出 快步赶回到公园 哎 七叶和小黑猫呢 七叶并不在刚刚的位置 七 七 春明向四周望去 大声呼喊着 去哪儿了 不是说好了 不要乱走吗 他心机如焚 顺着道路小跑起来 健身器械旁 没有 湖心桥上 没有 凉亭里 也没有 七叶到底去哪里了呀 缺乏运动的春明 此时已经汗流浃背 不得不弯下腰来休息 喵 又是一声猫叫 春明顺着声音抬头看 正是刚刚的黑色小猫 小猫从假山背后走了出来 身后跟着的女孩便是七叶 七叶 不是说好了不要乱走吗 他气喘吁吁地埋怨着 对不起 春明 你刚走 小猫咪就开始乱跑 我只好跟上去 不然 等你买好猫粮回来 就找不到他了 七叶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似的 走到春明身边 带着倩意地说 春明手里握着猫粮 看着撅着嘴的七叶 一脸无辜的样子 顿时心软 好了 我是怕你走丢 所以 没事 来 我们喂他吧 春明将猫粮打开 闭在七叶手里 七叶见春明不再生气 笑着接过猫粮 蹲了下来 来吧 你的晚餐 尝尝好不好吃 七叶一边打开罐头 一边伸手 招呼小黑猫过来 小黑猫一闻到猫粮 便高频率地叫了起来 抬起前爪 扑在七叶的腿上 别急别急 都是你的 来 七叶安抚着小猫 轻轻地将猫粮放在了地上 小黑猫狮吞 鼻咽起来 七叶转过头 露出微笑 双眼弯成了月牙 猫粮被吃完 小黑猫依旧历练不舍地将头埋在空罐头里 好了 我们也该回家了 七叶 下次再来 嗯 春明拉起蹲在地上的七叶 提议下次再来喂猫 再见了小猫咪 下次再来喂你 七叶开心地点了点头 冲着小黑猫挥手道别 哎呀 好累啊 回到家中 春明躺在床上 疲倦地喊着 怎么回到家就躺着呀 七叶跟在春明身后 也坐在了床边 太久没运动了 刚刚跑了一下 真是不行啊 哎 这样啊 那 你好要多运动运动 哼 七叶说完 笑盈盈地拍了拍春明的大腿 哎啊别拍别拍 腿好酸啊 哎 春明说完 伸手到七叶的腰间轻轻抓了抓 啊 春明 不要 很痒 七叶转过身来 抓住了春明的手 嘿嘿 我不 你不是叫我多运动吗 那我现在就开始运动 嘿嘿嘿 哈哈 春明说完 用力将七叶扳倒在床上 伸出手去 在他腿下挠痒 讨厌 你讨厌啊 春明 七叶瞠怒着躲闪 忍不住 忍不住发出了几声轻哼 但沉迷于嬉戏的春明 并未听见 双手从七叶的腋下 移动到了脚底 还催不出我运动 啊 哈哈 春明握住七叶的右脚 抬了起来 伸出手指 比在了七叶脚心 别 我怕痒 七叶想把右脚缩回 可是春明握得很紧 他只好用哀求的眼神 看着他 哼哼 怕了吧 嘿嘿嘿 春明一边笑着 一边得意地看向七叶 只见七叶一副 受了欺负的样子 红着脸 缩在床脚 呃 七叶 他 他怎么了 怎么脸这么红啊 春明慢慢放下了 七叶的右脚 抿着嘴 慢慢站起身来 七叶不说话 只是看着春明 看着他 从床尾慢慢走到床头 然后躺下来 和自己靠在一起 七叶 春明轻声叫了叫七叶 七叶 春明又叫了一声 嗯 七叶用肯定的语气答应着 然后慢慢向春明身边靠躲 之后 两人便陷入了一阵沉默 只听到彼此的心跳 春明仰握着 平放在床上的手 朝着七叶的方向 一点点移动 他轻轻张开手掌 在七叶手边摊平 七叶伸出小指 轻轻地碰了碰春明的指尖 他一边将指尖 轻轻地在春明手掌中滑动 一边侧过脸来看着他 春明 嗯 七叶叫了叫春明 春明 他也学着刚刚春明的样子 再一次叫他的名字 春明也用肯定的语气 回应了七叶 他慢慢侧过脸 与七叶相对 听着彼此的呼吸 看着对方的眼眸 七叶的指尖 已经滑动到了春明的胸口 在他心脏的位置停住 春明抬起另一只手 将七叶的手紧紧地按住 扑通 扑通 心脏有力地跳动着 七叶抚摸着春明的胸膛 慢慢将身子靠了上来 七叶 要听听看吗 嗯 要 七叶说完 便侧耳贴了上去 春明闻到七叶头发散发的香味 安心地眯起了眼睛 一转眼便到了周六 邀请在进行的日子 春明正睡得朦胧 只听见七叶已经起床洗漱 他掀起被子 坐起来穿上拖鞋 像游魂似的晃去卫生间 老子 老子 七叶 春明打了个哈欠 从洗手池上拿起杯子接了水 嗯 今天要比赛 我心里不踏实 所以就起床了 七叶用毛巾擦了擦脸 对春明说 嗯 哎呀 别紧张 放轻松 也肯定可以的 春明将漱口水吐出 对七叶比了个胜利的手势 好 七叶笑着点了点头 走回到房间 时间很快来到十二点 主办方将所有选手 都邀请进了官方直播间 大家都到齐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抽签 负责人清了清喉咙 共有ABCD EFGH八组 每组的一和二将进行第一轮比赛 话音刚落 屏幕上的抽签器便开始滚动起来 随后越转越慢 现在每位选手的续号已经产生 请各自查看 七叶的续号是A1 A1 七叶念了一遍续号 之后坐直了身子 那么对阵图顺序已经出来了 请各位稍事休息 五分钟后 比赛正式开始 第一场是十六进八的比赛 七叶的对手在全部参赛者里排名最后 嗨 没悬念 肯定是二比零晋级 春明看到名单后便觉得十拿九稳 果然 第一局刚开始 对手变在七叶强烈的攻势下 显得手忙脚乱 他只能拼命防守 柯生就抵挡不住 于是 七叶先拿下了一局 好哎 太简单了 是不是七叶 春明阵臂高呼 笑出声来 第二局开始 七叶仍旧用了激进打法 将所有技能都招呼在对手身上 好漂亮 继续继续啊 对方使出浑身泄水 依然无法抵挡了七叶的进攻 春明在一旁打着气 但七叶专注于比赛并没有回应他 在第八分钟的时候 对手似乎已经看清了局势 索性停手投降了 我送了 已经放弃抵抗了呀 七叶冷静说完 微微一笑 冲了上去 用必杀技终结了对方 我就刷2比0吧 七叶顺利惊奇了 而且是第一个进入八强的 春明开心地围着电脑椅 手舞足倒起来 七叶真棒 春明冲着七叶 指的局大无耻 他转眼点头作为回应 接着 便盯着屏幕 继续拐败下一轮比赛 八进四的比赛 比第一轮还轻松 对手直接掉线 蓝色海洋选手的设备 好像有一些问题 七叶选手 能请您再稍等一项吗 可以 没有问题 负责人再次请对方尝试 可依旧无法正常连接 最终被视为气赛 由于蓝色海洋选手 无法正常连接 那非常的遗憾 他将无缘下一轮的比赛 同时 也让我们恭喜七叶 晋级 主持人宣布 七叶胜利 就是第一个晋级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呀 春明开心地从冰箱里 拿出了可乐 打开一罐 放在七叶的手边 来 干杯 七叶 干杯 七叶向咪咪聚起可乐罐 以春明控杯 春明仰起头 一口气喝光的可乐 痛快地打了个嗝 他瞄了瞄嘴 紧接着忽然转身 假装投篮似的 将空罐 丢下垃圾桶 可乐罐在空中 划出优美的活线 准确无误地 掉进垃圾桶中 三分 耶 春明打了个响指 半决赛排水 对手目前的名字 仅次于七叶 对方的赛季总场刺 但是胜利非常高 这个人呢 是不是要难一点啊 春明狼猫头 小心翼翼地问七叶 嗯 他叫Bwin的 我研究过他的游戏实录 很强 七叶眼睛盯着屏幕 深吸一口气 然后拿起剩余的可乐 喝了一口 加油 七叶 第一局对战开始 Bwin的风格 果然与其他选手完全不同 他并不急着与七叶正面交锋 而是用灵活的走位 躲掉了许多技能 啊 好狡猾啊 这样七叶就在 森林职上吃亏了呀 春明心里很着急 却没有出声 他怕影响到七叶 可惜 七叶还是赎掉了 零比一 必为了暂时领先 你还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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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B 什么的是不是懦夫啊 怎么不敢正面打呀 春明气急败坏地 敲了一下桌子 开始咒骂对手 这是他的打法特点 春明 七叶却冷静地摇了摇头 不过 放心吧 我心里已经想好了应对的方法 七叶说完 又全力开始准备下一局比赛 第二局 七叶一改之前的风格 开始在地府上不断游走 寻找机会 哎 七叶便打法了 经过几个回合后 他终于发现了Bwin的弱点 经过几个回合后 他终于发现了Bwin的弱点 好了 不准备玩了 七叶马上切换回自己的能力的打法 将技能全部招呼在对方身上 Bwin的虽然有个弱 但被打到的措手不及 败下阵来 一五一 七叶扳回一城 将比赛拖入到最后一局 好 有机无间 还好还好 车里长续一口气 放下悬者的心 站直了身体 而此时 另外一组的比赛已经结束 游戏奥宾 为Aki的选手已经胜出 正在观战席 等待着自己决赛的对手 哇 决赛对手是Aki 这局一定要赢啊七叶 陈铭激动地握紧双手 对七叶说 Aki除了是主播外 还是专业战队的选手 如果能进入决赛跟他对战 那肯定很精彩 阿ki 七叶微微皱了皱眉头 没有再说下去 第三局比赛开始了 B1忽然先发制人 直接冲上来和七叶交锋 他大概想放手一笔 但是很可惜 这样无异于放弃了自己的优势 别忘了 七叶才是以攻击见长的 淳明摆了白手指 不懈地说 B1忽然释放了几次技能 却并未走向 他这才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可为时已晚 剩余的天平已经完全向着七叶倾斜 七叶俐落地向侧边一流 然后运回上前 绝杀 二比一 七叶挺进了决赛 太棒了 春明跳起来欢呼着 双手不住地拍打着七叶的椅背 太好的进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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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的进决赛了 进决赛了 七叶也很开心 回国桃达露出了笑容 来 七叶稍微休息一下 吃点东西补充能量 嗯 你想吃蛋糕 还是饼干 还是布丁 蛋糕吧 好的 我去拿 春明冲到冰箱前 从里面拿出一块蛋糕 搬到七叶面前 谢谢春明 不客气 来 吃一口 张嘴 她将蛋糕喂给七叶 然后将剩下的部分 塞进自己嘴里嚼了起来 哎呀 你看你 都擦到嘴角了 七叶抽出纸巾 擦掉了春明嘴角残留的奶油 露出了微笑 登登 私信的提示音从音响里传来 哼 啊 这个时候发私信 谁啊 啊 我来看看 七叶定了定神 转过身去 移动鼠标点开了消息 是 私信来自阿体 内容是一句话 是你吗 夏 夏 夏什么夏 怎么不说东呢 奇怪 春明瞄了一眼消息 疑惑地说 这个阿体发什么疯啊 他赛前发私信 是想干什么 春明气急败坏地插着腰 可七叶却没有吭声 他看着屏幕上的消息 沉思了一会儿 默默用鼠标点下了关闭按钮 决赛正式开始了 春明紧张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在房间里踱步 放心 放心 会赢的 没问题的 嗯 春明调整着呼吸 给自己做起了心理暗示 可是这时候 七叶却没有刚才几次那样 来安慰他 毕竟是决赛 大概 七叶也感到紧张了吧 哦 开始了 决赛第一局开始 进入游戏后 双方却都不进行任何操作 我们看到两位选手都不动了 但别担心 这不是静止画面 我们技术人员已经确认并无故障 这时双方都在等对方先出手 时间过半 两个人依然谁也不先出手 车上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大家从未看到过 双方都站着不动的决赛 七叶 七叶 春明将手放在了七叶肩膀上 他低下头 发现七叶正痛苦地 右手抵住太阳穴 七叶 你怎么了 不舒服吗 七叶不说话 摇了摇头 你 你怎么了 为什么你和阿凯谁也不动啊 七叶依旧不说话 但是这次他放下按住太阳穴的手 终于 七叶操作的鼠标开始进攻了 见七叶先动 对方便也开始了行动 奇怪 春明想继续追问 但看到七叶已经进入状态 便没再说什么 可是明显能看出 现在七叶的操作 完全不如之前几轮灵力 走位失败 技能放空等错误频发 哎呀 很可惜啊 七叶选手这一局的失误有点多 被阿凯获胜 那么下一局 七叶能否追回一局呢 我们拭目以待 接下来的比赛 与第一局如出一辙 七叶 怎么 怎么又不动了 不论春明在一边 如何换着七叶的名字 他都不做任何操作 而对方在几次试探性的进攻后 便放开手脚 用他的胜利将比赛终结 哎呀 完了完了 输了 怎么会倒在决赛呢 春明懊恼地低下了头 重重地叹着气 全部结束了 七叶在结算界面跳出的一刻 马上起身跑向卫生间 春明听到声音追了上去 哎 你怎么了七叶 你哪里不舒服啊 啊 你说话呀 春明焦急地摇晃着七叶的肩膀 七叶手撑在洗脸池上 神就一眼不发 春明伸出手掌来 贴在他的额头上 哎呀 你发烧了七叶 摸到七叶的额头很烫 春明 春明发出一阵惊呼 嗯 原来是发烧了 有点 我觉得有点冷 七叶咬着牙 他 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虚弱地说 来 快上床 盖好被子 春明将七叶搀扶着走回房间 他打开储物柜 翻出落灰的药箱来 太突然了 怎么会发烧了呢 春明翻找了半天 一无所获 哎呀 去当药店吧 我去买药 你坚持一下啊 七叶 春明买回药来 给七叶喂下 便守在他身边 他不时去摸摸七叶的额头 要笑起来后 温度逐渐降低了 于是他稍微放下心来 帮七叶把被子掖紧后 便去准备晚饭 七叶 起来吃饭了 春明将饭菜盛好 端进屋里来 轻声唤着七叶 嗯 大概还在睡吧 春明把饭菜放在桌上 轻轻坐在床边 伸出手 去摸了摸七叶的脸 好烫 怎么会又烧起来了 再用体温计测量 三十九度 我的天哪 怎么会烧得比刚才还厉害 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啊 啊 春明心机如粉 再次寄出两粒药喂给七叶 可是过了很久 七叶的体温 一点都没有下降的迹象 不行 只能 只能去医院了 可 可是没有身份的七叶 去医院的话 哎呀 都什么时候了 还在想身份不身份的事情 春明狠狠地拍了拍自己的额头 拿起手机 拨通了急救电话 填一下病人的姓名 医生指着单字对春明说 哦 好 好 春明将笔尖点在姓名一栏 迟迟不动 姓名 病人的姓名 嗯 医生以为春明没听到 于是重复了一遍 好 啊 好的 嗯 春明硬着头皮写下两个字 七叶 七叶 这是病人的真实姓名 医生看春明的态度有些奇怪 便向他确认 不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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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明将实话脱口而出 又连忙改口 到底是不是 他将手插进口袋 语气中透出了不耐烦 不 不是 我 我 我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 春明放弃了抵抗 像是一只泄了气的皮球 双手无力地捶了下去 不知道 那你们是什么关系啊 医生警觉起来 语气变得严肃 她是我女朋友 但 她是我女朋友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 她自己也不知道 春明苦笑着叹了口气 医生听完后 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 不知道女朋友的名字 哼 有意思 接着 她从口袋中掏出手机 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 她的声音乐 对她的疑问 她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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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奈地说道 想到与其夜共度的快乐日子 即将结束 春明心如刀角 他慢慢低下头 把脸埋进了双手 流下了眼泪 今天是圣诞节 春明坐在办公桌前 麻木地敲着键盘 透过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不远处商场门前的 圣诞彩灯已经亮起 随时准备迎接来往的客人 是的 我又坐回来 找酒玩我的上班族 那个主播助理的梦 在七夜离开的时候 便破灭了 然来 七夜是Game Girls的战队成员 本名叫做钟立夏 游戏ID Summer 七夜 啊不 Summer 是战队的主力成员 他经常与IDVArky的队员 组队参加RV2模式 对 就是那位表演赛决赛的对手 再说回Summer为什么会失忆吧 当时 他们的战队 在为一场非常重要的国际赛事 做集训 为了取得好成绩 Summer和Arky 在这训练期间 每天只休息三个小时 这让两个年轻女孩精神压力非常大 身体也开始美眶余下 两个人强撑到比赛顺利举行 可是他们的成绩却非常危险 竟在第二轮 便惨遭失利 失去了继续比赛的资格 在回到集训所的路上 战队经理不尽人情地开始责备他们 Arky兴个外向顶了几局 经理便将矛头全都对着Summer 这让本就非常自责的Summer终于崩溃 打开车门逃走了 战队方马上派人去追 Arky要报警 却被战队经理阻止 理由是队员出逃会影响战队的声誉 真是没有人性的家伙 还威胁 如果后面战队遭殃了 Arky作为队员也没有什么好结果 于是Arky当时便不再作声 而是自己通过各种途径寻找着Summer 暂时逃离的他 漫无目的地在路上走着 为自己比赛失礼而难过 更为付出了那么多努力 还被经理数落而难过 他越想了下去 情绪越无法得到排解 于是蹲在路边 哭了起来 至于他怎么会走到我家来 也许是注定的缘分吧 Summer这警察说 当时他哭累了 起身时一阵头晕 昏了过去 可能就是这一下 让他暂时性失忆了 醒来的时候 天降暴雨 被淋湿的他 慌乱地爬起 寻找碧雨的地方 正是我家的公寓 而邀请赛决赛时 阿凯的消息 让他的记忆一下子被唤醒 记忆如潮水般不断涌现 身体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 所以 真是可笑 我自诩是骨灰几玩家 却没察觉到 七夜 就是Summer 今天晚上有约吗 同时Lucy轻轻派了派春明的椅背 啊 今晚 嗯 要回去陪妈妈吃饭 春明面无表情地回答 啊 你不是独居的吗 Lucy疑惑地看着春明 他似乎调查得很清楚 嗯 是 对 但是 今天是我妈生日 所以 春明编了个借口 搪塞过去 唉 好吧 那朱阿姨生日快乐 Lucy略显失望 走回了自己的宫位 走在路上 一股冷风吹来 钻进了春明的脖子 他不禁打了个喷嚏 都说打喷嚏 是有人在想你 哼 明明就是冷了 春明撇了撇嘴 肩耳机栽进耳朵里 播放起摇滚乐来 风 口袋中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是好友发来的消息 嗯 问我是回家了 还是跟女同事在过节 嗯 怎么说呢 嗯 就说 马上到家好了 春明想着 既然孤身一人 不如和朋友打游戏 消磨时间 他快速地回复了好友 关掉手机 登上了回家的公交车 春明 是你吗 一个熟悉的声音 忽然叫着他的名字 七 春明抬头一看 七夜正站在他家门口 七夜 不 似乎应该叫他 Summer 或者丽夏吧 他怎么来了 他不是和阿金一起回去了吗 他是来找我的 太多的问题 一下全部冲上来 春明一时间 不知先问哪个 春明 我 我好想你 七夜笑着说道 眼圈却红了 我也 我也想你 我以为我再 再也见不到你了 春明张开手臂 用力地把他拥入怀中 春明 七夜在春明的怀里 点了点头 你还会离开我吗 七夜沉默了 还是要走吗 春明失望地问 放开了抱着七夜的手 待立在原地 我和战队的事情 还没有完全解决 等我解决之后 七夜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好 不等他说完 春明马上回答 不论多久 我都等你 春明说着说着 心中一酸 眼泪便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七夜点 七夜点点头 稍后用手捂住了嘴 背过身去 低头抽气 过了片刻 七夜慢慢抬起头 春明 我该走了 他转过身 不舍地看着春明 春明咬着嘴唇 无奈地点了点头 七夜笑了笑 转身 迈下楼梯 七夜的脚步声 越来越远 春明迅速冲上去 目视着七夜的身影 完全消失 嗡嗡嗡 枕边的手机 不住地震动着 春明从被子里 伸出手来 接起电话 喂 宝贝儿子 木精宠溺地叫着春明 他迷迷糊糊地 躺在被窝里 将手机 贴在耳朵边 哼了一声 还没起呢 几点了 一天之计在于晨 一年之计在于春 知道了 知道了 他一边应付着 一边烦躁地翻了个身 今天元旦 你赶紧起来啊 我买了菜 等会儿就来 听见没有 听见了 春明打了个哈欠 挂断了电话 将手机丢在一边 翻身继续睡去 咚咚咚 一阵敲门声响起 不是吧 这么快啊 他哀号着从被子里爬起 守着昏昏沉沉沉的脑袋 走到门前 妈 您可是够快的 没得钥匙吗 春明打开门 头也没抬 便走回卧室 想要继续睡 没有回音 春明停在原地 转身看向门口 在那洒进来的阳光之下 一个熟悉的身影 站在门口 他冲春明笑着 眼中带着喜悦的泪 春明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 一步步走上前去 七 七 七 春明叫着七夜的名字 越走越近 他听到了春明的呼唤 用力点着头 那分别已久的 熟悉的脸庞 此刻终于又能得见 这 真的是你 春明惊喜地睁大了双眼 排气手 想要去摸一摸他的脸 我 我 我不是在做梦吗 是我 春明 真的是我 春明一把将七夜搂住 越抱越紧 这 这次你 你还会再 不会了 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 七夜坚定说着 我 春明 春明开心极了 在七夜的额头上不住地亲吻 然后拉着他的手 一起坐在了床边 七夜的脸庞 也因为激动 而惹上飞红 春明 春明望着七夜 张开双手 把他的脸捧在了掌心 他慢慢靠近 七夜还挂着泪珠的脸蛋 轻轻吻上了他的双唇 七夜 春明挺住了亲吻 双眼入迷一般看着七夜 被他亲吻之后的七夜 发出了温柔的哼声 他喷嚷着 身子慢慢开始变得柔软 缓缓向后仰去 春明顺势扶住他的腰肢 劈气躺倒在了床上 七夜 春明和七夜紧紧 一阵钥匙插进门锁的声音传来 臭小子 快来惊我一下啊 我手里东西太多了 紧接着 母亲的喊声从门外传来 哦 来了来了 春明大声回应着 手忙脚乱地站起身来 七夜一惊 睁大了眼睛 嘘 春明伸出一根手指 比在唇上 示意不要惊慌 七夜点了点头 整理好衣服 并将散乱的头发里顺 哎呀 我说你 单映完 人呢 快点出来 母亲一边站在门口换鞋 一边开始催促 春明回头与七夜相识一笑 在他还泛着红韵的脸上 轻轻捏了捏 然后挽起他的手 一起走出房间 迎接母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